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关于王一博10月7号在珠海摩托车比赛当中 被摔出赛岛一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粉丝们虽然气氛 但是却也很听工作室和一博的话 并没有把自己的情绪发现到外边 也没有对同为摩托车手的胡同明 进行舆论的攻击和辱骂 或许王一博作为一个明星赛车手 因为那么多的粉丝的支持和拥护 还在车队里边这么优秀 不断地去打破自己的记录 一次次挑战自己 这也确实让一些人眼红了 因为他的优秀足以让很多人心深妒忌和羡慕 所以在赛道之上 刚才会有胡同明这样的素质低下的人 使用一些恶劣的手段 让一博出丑想成为大家的笑柄 在赛道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遍王一博的车 到最后的时候 直接在不可以拐弯的时候 犯规地去想要超速 直接把王一博甩出了赛道 这样的恶劣行为 引起了很多的不满和气氛 甚至一博在甩倒之后 还滚出了很远的距离 连人带车 甚至在车停了之后 一博还人多转了两圈呢 大家那一刻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真的好害怕他受伤哦 然而当一博起来的时候 却回头看一看了 那个选手 那个对手有没有受伤 结果却是那样 故意做出这样一个动作的人 和赛场上的其他的对手 在赛场上击掌 而场下的他们的队员呢 却是在欢呼庆祝 这样的故意犯规的行径 让人觉得人以泪居物以勤纷 这就是所谓的体育精神 在他们这里 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倒了之后 马上就拖起了摩托车 继续去比赛 而一博却因为摩托车出故障了 几次都没有成功 被迫放弃当时他的比赛了 他生气程度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 透过评论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本来他就是生命吉祥的 这一次成功顺利在望的 却和帮奖台失之交臂 而且还是因为这样的意外 他踢箱子的动作 就可以看出来 他当时到底有多么的生气了 而且在后 他连摩托车的头盔都没有摘下去 就和对方去理论了 然而对方的态度 不仅傲慢不道歉 反而还说你牛什么 王一博虽然是一个艺人一名演员 但是在赛场上 他同样也是一位赛车手 他也是一位运动爱好者 场面言语激烈 如果不是在场的工作人员 拉着一博真的要和他发生冲突了 毕竟这种事情 搁在谁的身上 谁都会非常生气 真的没法忍受 然而当冷静下来的时候 真的要克制自己的行为 要以正当的法律手段去维权 毕竟一博除了摩托车手的身份 还是公众人物 是个明星 是个演员 他的一举一动 更是带着很多的流量和话题的 如果这次他没有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的话 肯定还会有黑子从中做梗去挑拨 或者说进行舆论的谣言 那么然后工作室 也连续两次发微博 告诉大家冷静等待结果 而一博自己也发微博表示了 有些事情他会自己去说 并不需要粉丝去骂 他在需要自己冷静空间的时候 也为了让粉丝 不要在风口浪尖 为他担心 自己站出来扛住了所有 作为一名艺人 他坦坦荡荡 他参加职业的赛车比赛 尊重比赛 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 是真正有体育精神的运动员 在遇到不尊重规则的对手的时候 他选择了公正维权 他是一名真正的职业赛车手 不仅如此 网络上对于他们那个车队官方的 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 也是觉得很无语的 甚至他们车队内部的聊天记录 也被爆了出来 让人觉得作呕 果然他是什么人 他身边的人就会是什么样的人 甚至这个团队 都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做派 素质这个东西 或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们会以这种不知耻的行径引以为傲 甚至在内部进行欢呼庆祝 这得是无耻到什么地步 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都说体育精神是体育的整体面貌 公正公平公开 特色及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反应 是体育的理念 信念节操以及体育知识 体育道德 体育审美水平的标志 是体育的支柱和灵魂 然而赛场竹竹 巅峰对决的时候尊重比赛 尊重对手也是尊重自己 因为对手的存在 而不断的挑战超越体育的魅力 本就在如此 而现实总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凡事有因果天道有轮回 作为粉丝 希望大家尊重选手尊重车队 尊重中国汽车 摩托车 运动联合会和赛会 期待仲裁结果 所以即使我们很生气 也要控制自己的理智 脾气在内部发现 不要把这些情绪带到外面 产生负面的结果 对一博再次造成影响 在我们的心中 王一博就已经是冠军了 已经是最好的了 不需要他人来比 输赢也不重要 人平安就好 我们知道一博 他肯定会难过 但是他也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这么多年 什么风浪没见过呀 什么人心没看过呀 吸取教训 以后会更加注意 这次本来练车时间就很少 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我们的心中 一博是最棒的 没有之一 所以一博不要难过 你平安就是我们最大的情愿 比赛的机会 以后会有很多的 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0月8号 王一博联系上了几个热搜 每个热搜都让人心疼和愤怒 王一博参加摩托车比赛 粉丝是知道的 而且也早早地等待这一天 在期待的同时 不明有些担心 毕竟还是有些风险的比赛嘛 结果这次真的出了问题 在比赛之前 王一博接受采访的时候 薛心表示 这次对结果没有把握 高手很多 而且提到了胡同明这个人 跟他在一个组 他还说自己会找好节奏 他尊重每个选手 也对大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希望来一场真正的对决 可施以认为 比赛最后一圈 对手入弯的时候 因为速度太快 导致轮胎打滑 赛车不顺倒地 位于该選手 前方阵入弯的 王一博被绊倒了 连人带车飞出赛道 虽然尝试重新打火反复赛场 但是最终无火 而当时王一博有些许生气 无法进行比赛 这对于赛车手来说是不甘心的 且不说他是不是被故意绊倒 单单从王一博的性格来说 他脾气好 但这不代表他没脾气 由于被带倒 而不能够继续比赛 他需要一个说法 也需要发泄怒火 所以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出来 他踢了两下地 手呢也举了起来 不反应有些快 换作是任何一个人被绊倒都会生气 他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这是人之常情啊 可是他却被说没礼貌 被说不顾形象 被说发火 换位思考 如果身处其中的是我们任何一个人 我们可能会比他还要愤怒 有的路人说了 王一博你太温热我了 要是我我骂死他 虽然很夸张 但是怒火难以平息 最令人气愤的是 王一博在被绊倒的一瞬间 居然有那么多人欢呼 就像是尹正老师发的动态 你们在欢呼什么 无论是对手还是队员 比赛场上任何一个人摔倒了 第一反应 难道不应该是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吗 居然有那么多人欢呼雀跃 比赛赢要赢得堂堂振振 是要输得堂堂当当 如果没有赢 那么在祝福对手的同时 不要忘记告诉自己 努力努力提高自己 王一博这场比赛 看得是人物未杂成 厉害的人确实有 可是也让人看到了一些丑陋的嘴脸 王一博这次的成绩 其实比之前进步了 如果没有意外 那么他很有可能拿到一个好成绩 他在摔倒之后没有多久 工作室就给大家报了平安 他后来呢 自己也看网上太闹腾了 也发了动态 他说粉丝不要帮他骂 也提到了体育精神 粉丝在追求真相的同时 确实是愤怒的 他们仅仅是为自己的宝贝打抱不平 可是却有人因此做文章 说他们盲目追星之类的 也导致粉丝内部 只能够安静等待仲裁结果 毕竟有的人赢得了比赛 却输了人品 而本该二指皆有的人 却只能够默默惋惜 虽然仲裁结果是维持原有成尽 但是王一博 你在粉丝的心目中 永远是第一名 最后不是第一 也没关系 人没事就好 这是最重要的 只要他人没事 其他都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粉丝现在要做的是冷静 不要为大节奏 相信王一博 他的实力会被看到的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粪娱乐球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